今天下午2点35分,国安抗领队的手机短细声响起 在即将到来的亚国联赛中,国安将与日本这联赛的鹿倒鹿角,泰国的泰京银行和越南南定同组 听闻这个消息,李张珠略感遗憾,因为他满心希望自己可以与韩国球队在小组赛中过招 因为我是韩国人,另外我是在中国直较一支球队,也进入到亚国人的比赛 能够带队去跟韩国的球队比赛,我觉得是一个非常有意义的一件事情 不过,无论怎么说,对于这个千二里张珠还是满意的,因为他避开了自己最不想遇到的球队 我们避开了澳大利亚,我觉得这是一个非常万幸 因为我也想过,在我们联赛进行当中,又要去长途跋涉,去飞过去 然后又飞回来,那一周双赛三赛的这样的一种局面出现的话 对我们的联赛的一种成绩来说,也肯定会有很大的影响 那么你要是长途这个八小时,九小时这种飞机呢 你要去来回飞的话,肯定会有影响 那么球员们对这个分组结果是否满意呢 我们猜就猜到了 感觉怎么样 行,挺好,还能去到日本 那你觉得这个超对你来讲,还算是不错一个影响 还可以吧,毕竟东亚球技师也不好提 就是他一个气候关系,热 他说那个,以前去越南,财派因素比较大些 所以说,哎呀,面对困难吧 应该是,比年本人好就好,应该是没问题 与国安相比,长春亚太的分组情况就不是很理想了 他们与李章珠最不想碰到的澳大利亚竞旅阿德莱德同组 另外两支球队分别是韩国的普香制铁和越南平阳队 虽然说是死亡之组有些夸张,但出现形势也不容乐观 挺好,上前了,挺好 怎么这么说 希望他们小组不出现 他人无数人听那个,我打他们是什么的 李章珠表示,不论是上上签还是下下签 最重要的是摆成自己的心态 因为在亚冠的赛场上,没有谁是真正的弱者 所以想赢的小组赛中唯一一个出现名额就只能靠自己 提频到下午两点半,李章珠和国安球员准时抵达风体中心 这是铁帅返金之后带领全队进行的第一届训练课 二十多天的假期让李章珠心情愉快 训练前,一直以冷面孔诗人的铁帅 开心的和自己的球员开起了玩笑 这个有点事儿呢,所以回来都晚了 但实际算起来呢,我回家的就比你们晚了十天 不是,可是我的家和鱼鱼都晚了这么多 实际上要算起来的话,比你们少休息了六天 你说在什么时间啊? 过得好吗? 这个言外之间呢,我也听懂了 言外之间呢,就是在训练厂商的时候 我就少见你一回,可能也得到我更好 他说我从好的方面去理解和接受 因为他们尽管嘴上这么说 但是训练的时候,他还是非常努力按照要求去跟 另外一个呢,他们在我当年能够说这样的话 这是个好事儿,到时候在我当年他不说 在后边再去说这种事儿的话就比较麻烦的 显然李章珠不仅不在意球员拿自己开涮 反而十分高兴自己已经和全队融为一体 球员也愿意和自己做朋友 不过,玩笑归玩笑,铁帅在训练场上的很劲儿 大家可心知肚明 今天,李指导给大家布置的任务是跑八千米 您看跑下来,球员们一个个气喘吁吁 不过,李章珠对于球员们这个假期结束之后的状态 还是比较满意的 总体情况还是不错的 除了一两个队员以外 但是他们的情况也并不是差到很糟糕的程度 另外呢,我们所谓有点担心过的一些队员 反而来了以后,体重还是控制得更好 所以大体还是比较满意 是不是您长体重是最多的? 哈哈哈哈 我长了3.5公斤吧 我长了3.5公斤吧 是最多的了吧? 我最多的 明年1月19号,公安球员就将进行悠悠体测 时间不多了,不狠点不行啊 明天上午,全队将奔赴香河训练基地继续苦练 替频道记者报道